这10个人用自己的拿手英雄比赛你们认为谁会赢 买定离手 左边还是右边 这期视频我邀请了10名高分博主来参加 并且告诉他们只能用辅助英雄和钻石队打 但是我会从中拱火 逼他们用自己的拿手英雄 然后互相对抗 对面刚才说感觉跟你们对线压力不是很大 所以想跟你们直接用你们拿手的英雄打一把 如果你们赢了给你们上电脏 对面是这么说的 卧槽卧槽来来来来 就是感觉不需要用5个辅助跟你们对线 他说是在欺负你们 这么变态吗 他说我随便选吗 对面是认为 solo赛就是其他输的那两个 他们感觉好像压力也不是很大 正常打的话是能打的 因为只是都是差一点的感觉 所以他们认为打5-5是能打 然后他们强调的跟我说了很多遍 主要是想王输了 主要想王输了 他还怎么能输的 好合 OK 我可以联了 OK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解说比赛 出来出来出来 哎呦 文坦啊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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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成为这一个字呀 哈哈哈 要入你啦 哈哈哈 咖啡 咖啡这波被迫只能选择拦开了 这里有眼啊 互相做个眼 想多一下光辉一个眼 拿到卡莎 态度扫描 把眼排掉 居宝女王哥们是有想法的 想要过来抓一波 二级抓下 7-7-7-7 怎么说 靠过来 下卢泽已经打起来了 这个位置选择直接去杀光辉 卢泽在旁边给消耗 居宝女王W打出了光辉的闪现 光辉把Q没有Q到光辉 闪现靠过来 红BUFF黏住 治疗奶一口还差一丝没有摸到 哇 这波光辉绕身未绕的很好啊 还要再做一个后续的追击 闪现一发QQ到了光辉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交代了 人头是由光辉拿到 卡莎这边选择荒野区 前期卡莎的对抗能力还是差点的意思 上路的波打起来 瑞宇到达三级 卡莎到了 这个位置但是 血量有点健康啊 这个瑞宇 而且青钢影这边还没有到达三级 W消耗减速一下 瑞宇这边是有红路的 红路W 没有咬红路W想要直接拉开 但是位置还差一点 最后是被凯影跟青钢影配合 拿下人头 这个位置又想来抓 下路这一波光辉是没有闪现的 光辉又QQ到了光辉 过去卡莎跟这边消耗一级的光辉 这个位置要糟了呀 还差一个平 卡莎拿下人头 瑞鲁夫这里是有Q减能的 一发蓄力Q没有Q到 打出卡莎的闪现 把他靠过来一个E拿下人头 给你吧 好兄弟 可以 这波不给我上 这波我操 我操你怎么不去抢 你上次打麻将赢了我三百块 我都没找你算账 你要愿意打麻将输给我 我游戏里所有投资奖给你 我跟你说 这把我要MAP Winter给我推几个女舰长吧 没问题 没问题 二端一再上来 还差最后一个Q 再N一下差一丝血没有拿下 我操小王一打小王 坏能力 我操 前高尼的E体呢马上好了 鱿鱼正面手段还没有进人 青鲁鱼 W1过来直接拿下鱿鱼的人头 鱿鱼太猛了 我操这开门还是没六级的鱿鱼 好哈喽 设计师到底在干嘛 他们打野真的渡下路好猛的设计 开局查查的贝尔维斯入侵下半区 然后不断的抓下路给压力 长情易劳的卡尹只能必行锋芒 被迫去上半区找机会带节奏 高分局跟比赛来说 其实抓下的收益更高 毕竟现在是ADC的版本 但是这个局面对凯尹这种 后期成长期很高的英雄来说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小猎 问题不大 能打 在这里蹲 BW一下 在AQQ被打断了 可惜 或许卡特在追 这个位置想追击的话应该 对一下 还差一点 后女王开出一键呢 没有被D杀掉 尝试金融打起来的鳄鱼开出大招 尝试撕裂青钢引的躯体 又来了 青钢引一键的拉开 一个6级有大的鳄鱼还是不太好惹 小猎 小猎 小猎一波 5级的 打4级 卡特先王也许靠了 卡特这个位置被视野看到了 赛拉斯也在靠 赛拉斯也在靠 选择过来先包一波卡特 卡特 打不起来击飞到卡特 赛拉斯二段一接上 凯尹一波来让卡特赶紧溜 陈西 借用凯尹当跳板 卡特拉开了 但是这个红buff的话 应该是要被 虚空女王拿下了 赛拉斯 高方打野都在下路给压力 查查过来 选择先把下路的冰箭推掉 然后选择再来抓这条火龙 拉出针在路上的信号 赛拉斯这波也是有现存的 哇 现在下半球的压力好大呀 海影在比赛里面 其实确实很难打出效果 毕竟是一个前期比较弱势的英雄 这个开局对于海影来说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也算是可以接受的 没个办法 这鳄鱼真是赚死的 我怎么感觉这鳄鱼也不太对劲 你看这个逼鳄鱼都补到 好变态 这前锋双方都有想法 海影这边是先到达六级 查查还差一毒野怪 右鱼过来帮打一下 卡到这边把一交掉到达六级 这个位置 虎鱼已经在靠了 方方的队友都在靠 光辉在草丛里面 扫描扫落在这边Q到了 Q1打一场消耗直接挂出点燃 队友直接交产阶上来补伤害 击杀掉了虚空女皇 那这个先锋 应该是要被海影拿下来了 这波我后来重新看了一遍 红色方在打小龙的时候 蓝色方木槿的光辉就已经回身补装备 然后往这边靠了 提前蹲草丛Q到了查查 不然这波先锋可能会被红色方拿到 那先锋直接放下路解放优势的卡沙和光辉 接着一换线 这把就很难很难打了 上路现在双方都是互相发入的一个状态 靠上来这个位置双方的光辉都在的 一发QQ到了光辉 这边直接交出闪现 没有被光辉给Q到 塞拉斯进了塔里面超远的一个E技能 但是后续伤害差异点 所以直接选择闪现交出来 从在旁边蹲 光辉被Q到了 给一波压力 直接打升一丝血 光辉的位置 还升一丝血没有被击杀掉 这波常情在瓦莎没靠 但是也不太好抓 没什么留人的手段 维鲁斯亚的一瞬间光辉没有逃跑 而是回身走位扭开了很关键 打出来刚好照到了查查 那这个防御塔 现在是2打3 这个防御塔要守得下来吗 卡特这边直接交TP 常情从侧面包 大招扭掉了光辉的Q 光辉剩一次选 被收掉 还剩下一个查戴在这个位置 后续也要被击杀 人头是由卡特拿下 哇这波卡特一个TP真的是 解决了下路的南北至极啊 不然这个防御塔如果一掉的话 一换线给人家压力是特别大的 这两波蓝色防战烈士的处理非常完美 一波先锋一波卡特TP 床心就已经可以变红凯了 过来守一下这个先锋 但是这个位置 一个二段一拉到了 凯影 发QQ到了 再一个DR 收下了 再拉4的人头 这个位置查查过来 也收下了光辉的人头 先锋还是撞得出来 常情拿下350块钱很舒服 第二条小龙 鳄鱼这边防御塔都不要了 直接过来帮队友控龙啊 他太团队了 这么多 不如你也在靠 要来4包2了 鳄鱼先拉扯一下 没有着急等兵线进去 兵线被这边给清掉了 兵线呢兵线呢兵线在1塔呀 那这个位置应该越不了了 这两个人的推线能力还是很强的 刚一个E过来 EA直接捆住了赛拉斯 在这个位置 配合红凯的W击飞 最后人头是由红凯拿下 侧面进草丛了 一发预判Q 直接EA连招卡特开大飞过来 击杀这个残血光辉 但是这边凯亦也到了 直接闪现AQ起手 人头是由 维鲁斯拿下 这到底怎么还150张啊 这哪来的150张啊 冬冬在中路放下来 光红一发就追到了青钢银 那这个E卡的话 应该是要掉了 对赛拉斯跑过来 偷了一个维鲁斯的大招 维鲁斯交出治疗拉开 机会 卡特交TP了 光辉又跳到了卡莎 一个大招 配合卡特拿下人头 卡特交出闪现 后续在追击 拿下了光辉的人头 DoubleQ最后还剩一丝血 拿下三杀 这一波打完卡特 5-0-3了呀 玩不了了呀 第三条小龙 还有40秒钟就要刷新了 这个位置 青钢银正在带下落的防御塔 凯云想过来先蹲一下 我什么都没看到 双方都想要争夺这条小龙 凯云在草丛里面 这个位置 W一下 抬到了虚空女皇 青钢银一个E AQ直接把 光辉的半关血给抬掉 踢没了 侧面的这个位置 开出了一技能 但是还是被凯云给击杀掉了 剩下一个ADC 正在疯狂的输出青钢银 大刀跟闪电全部交出来 杀掉了青钢银 还剩下一个鳄鱼 在往前面追想要留人 侧面的凯云在往这里靠 要打鳄鱼吗 鳄鱼是有大招的 开出大招撕裂 躯体 W晕一下 侧面的这个位置 卡特也正在靠 这一边被绕后包饺子了呀 剩下一个卡杀的位置 直接被卡特给秒掉了 再进来把鳄鱼也秒掉 还剩下一个塞拉斯 大招进了卡特的身体 跟卡特打起了一个一换一 最后这一波是二换五 但是这条小炉要掉了呀 哇 这波打完 红色房有点爆炸了 哇操 里面的配合好猛啊 谢谢兄弟们 谢谢 谢谢 大家记得 哪里是谁呢 我知道了 长情一老 还有机会吗 兄弟们 还有机会吗 我怎么感觉后期他们更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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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这一波往下路靠 13级跟11级的单带 地图上面谁都没有 直接跳上来开出大招 塞拉斯闪现拉开 偷了卡特的大招 W上来吸一口血 再上来永双想要定没有定住 QE二连中了 再接大招 11级单杀了13级的卡特 乖乖 卡特这一波大人兜家属 全部都掉了 青钢影现在的发育有点好啊 这个单带的话 鳄鱼有点拦不住了 鳄鱼这波想要来守一下防御塔 凯影在侧面保护青钢影 打了个探道果实 没有照到凯影 这个位置 两个人擦肩而过了 那这一波在塔下的话 鳄鱼一个红弩W留住了青钢影 两个人直接上来 凯影跟青钢影的伤害都非常高 凯影一个W 不给鳄鱼操作空间 直接把鳄鱼给秒掉了 这个位置偷了一个大招 但是不好再留人类 塞拉斯这波也没有办法了 这里一个毛QQ到了 双方互相Q了一下 一穿二 卡莎大刀飞下来 击杀了维鲁斯 维鲁斯临死前一番Q技能 也击杀了光辉 剩下的卡莎在这个位置 但是不好再度追击了 被Q到了 凯影过来一个W没有空到 两个TP 卡特加青钢影同时踢下来了 那这个位置四包一 剩一个卡莎跑不掉了呀 哇这两个TP 那这条大龙应该是要丢了 现在是没有惩戒的呀 但是 驱风女王是有惩的 阿姨你没有惩的 就是说你把大龙给拿下来呢 这边是选择直接放大龙来中路推塔 哇这个光辉推兵线的人 太可惜了 直接不可以攻陷 好像买女神之类呀 想哭了 如果大龙拿下来之后 卡特是在下路带线 青钢也是来到了正面的 有这个大龙buff的话 那就不是装备吧 青钢影这波是有一根闪现的 这个位置 青钢影一个E W横扫一下直接大招 混住了卡莎 卡莎这个位置应该跑不掉了 青钢影一个闪现Q 拿下人头 这边的光辉在开出沙漏规避一下 但是被卡蜜尔压起身 还是拿下了双杀 后续这个二塔有想法要过来包饺子 但是这两个人的状态有点太好了呀 塞拉斯偷了一个凯影的大招 瑞鱼在墙边没有被击飞到 应该是击杀不了了 冰线这波进来的这个中路高地应该是有了 比赛QQ到了鳄鱼 高地应拿下 比赛来到27分钟 现在双方的精力度已经有了1万了 2-1上来平A一下 红色方面就想要暴团抓一波青钢影 青钢影意见的已经好了 鳄鱼上来开出大招 撕灭你的躯体 瞬间变成三打一 青钢影的2-1拉开了 可惜了呀没有抓死了 上路这一波 塞拉斯被抓到了 我们看发生了什么 你抓下我抓上 上来又想solo 2-1直接命中 卡特给一波机会 开出大招光归在旁边给个W 给一口护盾抬一下 压起身 烈起杀掉人头 哇这一波4个抓一个没抓到 但是这边3-1直接抓死了 这一把蓝色方现在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打4-1分带的话 红色方是很难处理的 这边有TP的青钢影先回城一波 青草丛想要找一波机会 一个隐藏翼 贝尔维斯这个位置有想法靠过来 但是凯尹就在旁边 一个W没有击飞到贝尔维斯 塞拉斯冲进来偷了一个凯尹的大招 这个位置要交R了 R谁R到了卡特 跟鳄鱼同时进来 但是卡特一个杀路拖了很长时间 光归QR打到一条输出 这里的卡莎从进来杀掉了光辉 但是也被凯尹给击杀了 卡特这边也死亡 剩下一波3打2 这个位置青钢也直接踢过去偷家了呀 快回城啊 贝尔维斯的位置有点难留 上来一个W留住了 那这一波家又没了呀 快回快回 哎不对劲啊 兄弟们有梦咧 有主凯尹 在A一下 哇这凯尹太肉了 鳄鱼回城 这一波虽然说 红色帮在烈色的情况下 乌达是打赢了 但是代价是一路水晶跟这个萌牙呀 一个鳄鱼打不过17级的青钢影 这边凯尹去刷也不装备了 不状态了 与此同时14级 一脚大动漫 再接一个PA 直接秒掉了贝尔维斯 剩下一个13级的光辉 再一发Q 三分之一血 一个一击的上来 闪现拉开没有被青钢影给打到 但是这边红凯的伤害也很高啊 剩下这一波 红色帮的人也复活了 卡特这里交出TP 凯尹这个位置要被击杀了 那这一条小龙的话 红色帮是有机会拿的 这里红色帮如果拿下这条龙的话 就听牌了 如果这一把可以把毒龙魂给拿到的话 还是有很大概率能赢的 你拿小龙我拿大龙很合理 这个大龙如果被南下方拿到的话 感觉有点难玩 那就真的很难玩 这个鱷鱼哪来的三百刀啊 这他妈是钻石啊 他这钻石里面镶金了是不是 好变态啊他的补刀 我这把就死了一次我才280刀 他还一直支援啊 他哪来那么多刀的呀 可能这个人真的一刀不落吧 高手 决定高手 蓝色帮拿下大龙buff之后 做一个进攻给压力 现在红色帮的经济值落后太多了 等级也不够打 如果这把想赢的话 一定要把这一波给守住 接着再等三分钟拿下龙魂 有机会能翻盘 不然会非常难打 蓝色帮这个每次拿着大龙buff之后 进攻都是非常有趣的 很稳 卡特把上路线带进去 中路的维鲁斯 有一个女妖也不好开 这里Q到了想要打一套 但是青钢有一个意见的强制位移 直接拉开不给机会 我感觉都拉个是Q的好准 这一波是Winter吧 这一波正面是5打4 但是也没有强开 都非常稳啊 直接来中路 投水晶 不跟你强行开 不跟你打 很稳 青钢也在下路处理兵线 四个能直接到中路给压力 打一套 Q到了鳄鱼 鳄鱼只剩半管血了 冰线来了 那这个下路防御他这一波 有点难守呀 哎 不对呀 这拉个是Q的真的好准 而且他很会抓心里的那种Q W一下没有打到 贝尔维斯W也没有太到 青钢一个战术很少 一个便宜直接打掉半管血 E技能 二段E上来 一把Q技能 配合队友 把鳄鱼的大招跟血手直接打出来 鳄鱼后面也是被击杀掉了 凯尹的这个位置上来给一套压力 塞拉斯直接也被击杀了 那后续也没有什么还手的手段了呀 剩下一个光辉 这路人头是由卡特拿西亚 在33分钟由蓝色方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我操好强了 尽气尽气尽气尽快跑去你吧 尽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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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尽 结束折磨 我操干净点 我操干净点 打不够 暴了暴了暴了 暴了暴了 这卡特比我厉害的卡特 感觉是 感觉对面上三次留白老师 我估计啊 应该是留白 应该留白 然后 凯尹挺厉害的 但是我感觉他们 我们真的拿辅助跟他们打的话 是肯定打不够的 对面这个水平 我们拿辅助我不知道怎么赢 接下来是赛后采访环节 其实我觉得赛后采访 比正片还有意思 我剪的时候 给我笑的肚子痛 可以可以 很精神 所以你应该告诉我们 对面是谁吧 我现在把对面全部拉进来 全部进来 白折 就长情义老 我就知道 猜到了呀 长情义老 长情义老 木槿 树叶 刘白 对我也猜到了 木槿 刘白 我知道 这他妈是王宿上单是吧 对 你哈妈的被戏发了 那是这么个意思吗 你把我们骗麻了 白折也来了 哈哈哈 我操小王 你怕招要把我烫死了 下次有机会我拿你们再打 那个五个钻石 哈哈哈 我也 我不信了 我不信了 你不信了 我操 幸运崩塌了兄弟 下次拉我 你先先那个付个押金 如果不是钻石得加钱 我跟你说 哈哈哈 被玩弄了 都被玩弄了 哎 那你是给对面怎么说的呀 跟你们的说法一样 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说 我还在猜 哎 这不是拉 是不是拉个私事 因为我感觉就叫什么呢 Q的太准了 两头片 猫手套歹了 举报了 我有个问题 我们这边年纪最大的是谁啊 年纪最大的 说你们几岁啊 小王吧 小王你岁数最大 2525块了 我跟刘白应该是最老的 我记得少 最主的 哎你还没买25吗 没买25 楼上的 我也没买啊 我也我我 我马上买 我马上买 我9月 我9月买 9月买25 那你比我快 那你比我快 我比你小一点 你是最老的老的 我是最老的 不会吧 是最老的老东西了 长青多少几岁啊 长青意思啊 他都叫易老了 这不如来个40岁都不好意思说易老了 都老 50岁战神开业 哎大伙有没有上海的啊 我你要激劍是吧 我过年子 我知道你过年子 剩下没有上海的嘛 有没有长沙的呀 有没有成都的 有没有江西人一起吃辣呀 有没有有没有cpdd 哇你江西人是真的有吃辣 我靠 太夸张了那个那个菜 江西辣还是湖南 江西是最辣的 湖南没江西辣 哎呦湖南就只有温特一个 还总是赢我钱 好恶心 打麻将门 哇他每次打麻将都赢我钱 而且开局前两把都给我500多 好恶心啊 然后他就开始 哎呦怎么输不了呀 能不能让我输一下呀 哎我能呼你的 但我不输 你们打什么麻 长沙麻将258 258 258我会玩过 每次跟温特打麻将 骑车去找他 路上我都是心情好好 打完四个小时之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比输了你晚上排位还难受 小白可以把我们都联合起来 可以联合十几个人 你可以 压力比较大 都有 你可以联合 全部参业是吧 全部参业你可以 全部标签 因为对于一份稿件来讲 你联合的人越多 他的一个基础数据量就越大 对这个是对的 就对于这种联合投稿总不会 他那个联合投稿能连十多个人吗 有上线吗 我记得好能连十多个人 应该是有的 我上次看那个男团女团 那B站的那些虚拟团体 一个团七八个人都能连 对吧 就算只能连八个人 我觉得也是能给稿件 增加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 是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 可以啊 就是我看那些妹妹跳舞的 都是好多年 这话说的 哎呀我这我这接了广告 我都不好意思加进去了 啊 这一期比赛 我筹备了整整一个星期 就是一个星期 我就开始在 被玩弄了 被玩弄了 成功巨人了 确实我在 我他妈真信你 我真信你了你说的 我还我还在想 啊你这哪找的钻石 这么猛 哈哈 我压力都要爆了 哇那他说什么嘛 他说什么 对面打对面 不是不是对面打 他说对面所有人 都是你们的粉丝 他们都是万场绝货哥哥 你们要认真 对啊 对啊我我还以为 啊我还在想 啊这个 还说还说什么 赢了上见者 赢了上见者 真上 真上 这个这个真上 等一下我给兄弟们上 好吧 然后 这个下一次 我在拉你们来打钻石 哈哈哈哈 他最好 我机器人白练了 哈哈哈哈 我最低机器人 哇这真的好恶心啊 我我昨天打牌位 在在玩那个泰坦 我行医师那个 只能玩辅助打野 我一手打野泰坦 起步猛的猛的不弹了 我还在玩泰坦 但是没事 有机会能展示的兄弟 有机会能展示的 下次绝对是打钻石 不是很想展示了 哈哈哈 哇这把真的是颠覆了我 对凯尹这个英雄的认知 我一直认为这个英雄 前期巨拉无比 然后他连抓了两波鳄鱼 把前期的那个小猎给打回来了 后来最关键的是那部先锋团 一下打回来之后就有 先锋团啊主要是那 哇那个先锋如果 如果他拿到的话我感觉可能 二十分钟就直接结束了真的 二十分钟可能直接结束了 那波挤了一点点 下路优势太大了 这把谁都问题的 谁都问题 喂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凯尹去抓了 有人能被抓死 喂 喂 你这 小王别狗叫 凯尹抓你 抓你前十秒 我就给你爆点了 别狗叫 别打黑 起码二打一杀了一个 别狗叫 我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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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觉他妈不对劲了 这什么恶语啊 四季就一打二了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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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